台湾红屋管理规定三读通过,十年以上七机车首当其冲。 图片来源,台湾中时电子报,中国台湾网6月26日讯。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,台湾立法院三读空污管理规定,固定污染源可利用改善移动污染源所减少的排放量,取得底换的排放量,是为空污底换,鼓励企业通过收购旧车取得排放量。 根据修改的相关规定条文,台湾环保署可以加研出厂十年以上交通工具,原始用制排放标准,加速老车淘汰。 对此,台湾自身媒体人黄创向说,这种规定,其实包藏祸心,蔡英文当局的大谋略要开展了,台当局会让环保与经济并行。 提出空污底换的做法,固定污染源排放出的物质,可与移动污染源底换,也就是空污总量管制区,若为符合空气质量标准,可透过空污底换解套,也就是说,将来企业或发电厂,若无法达到削减空污量的目标,可以透过收购老旧车辆等方式取得排放量。 对此,黄创夏在Facebook发文指出,蔡英文当局修订的空污管理规定,明修战道,暗度陈仓,其实是一个替大财团供业污染遮羞,以及扩大用费爆电力推身傲软媒电厂的解套方案。 黄创夏提及,其重点不止是要机车族去背黑锅,也不是简单的去进行所谓的打压机车族,而是政客和财团可以上下其手的空污量抵换。 黄创夏说如此一来,拥有太上管辖权的台湾行政院长和台当局经济部长,当然可以拿来用来历推身傲软媒电厂,台当局拿一堆公墓上方的空污量来抵换。 黄创夏说过去的台当局和财团大搞进全城市时,业大碗总量管制,容积率转移,结果以环保和水资源,甚至是比文化古迹之名义,将一般无财无事的老百姓之入区限制发展。 但这些地方容积率,转移给富豪的百平一元起跳的豪宅,可怕,这种规定及时包藏获心,且依次之证实随之位,蔡英文正当局的大谋略正要开展了。 中国台湾网络一兰